2010年KFK 国际铁房章马赛中和国际冠军 帅气狂野 不但有勇气和力量 更会用头脑去战斗 被称人 被称为狂野小霸王 有请中国华南虎 刘洁平 GNP-SAA-Chinese Tiger 从中国 站在172cm 2009-Ultimate Hero International Free Boxing 65kg 2010-KFK International Boxing King Challenge Mixed Fighting Champions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延时助脖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 358-163-379 现在我们是在马来西亚的云顶 为你现场直播 英雄转播决战决机 终在前往缩头大战 现在第一场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和湖南京市 一起同步转播和直播的有 青海卫视 先锋记录频道 深圳卫视 海南综合频道 广东新闻频道 河北都市频道 安徽宗一频道 江苏区一频道 北京区一频道 黑龙江都市频道 辽宁大联网一频道 好 漂亮 杨建平 上了以后 开机 上了以后 没有给对手 没有给对手机会 一个漂亮的 果然力 这位常德小伙子 今年只有23岁 身高1米72 65公斤 现在呢 是个 果凶男子 在这个态势 都是不饶人 因为这是一场 用MMA赛事 来进行的比赛 现在我们看到 杨建平 先给对方的牢衣保全 然后呢 就开始施展 他的这个地面绝杀 高登中华虎的杨建平 又是一步过帅 这个过剑帅非常漂亮 反复 反复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 我们将试入过三了 杨建平呢 在这 他学过摔跤 前期 他打 发现有数 杨建平 绝对的优势 绝对的控制 绝对的实力 绝对的绝招 先生作者 综合国际 杨建平非常厉害 没有给 泰国25岁的经历 任何机会 刚刚开场 不到十几秒的时间 他用摔跤拳击 发戏柔顺 这样的功力 用他的绝招 可以说 可以说 斩杀了 是吹不拉球 以吹不拉球的 这样的一个态势 迅雷不及掩耳 几乎是秒杀了兵力 杨建平非常厉害 也是非常友好的 到他最初身边的 给予安倍 这是一个良好的 武则的表现 他非常有信心 而且呼吸不易 在赛前上 我当时问过杨建平 我说 你这场比赛 你是哪投赞的 你能拿下投赛吗 他说 非常有信息 为什么 他说 我学做 摔跤 全击 散打 八七柔数 封我国籍 我希望和日本 乌斯米克斯兰 泰国 蒙古 和德国 多个国家的 难打柔道 太拳柔数冠军 也是目前的 金腰带得主 国家级裁判 很快就出来了 杨建平 被中国队 在马来西亚的比赛 拿下了头彩 现在我们看看 比赛长进 马上就要宣布了 裁判委员会 一级判定 红华杨建平 以1分45秒 KO对手 红华华南虎 杨建平获胜 恭喜杨建平 杨建平 哇 太棒了 七开得胜 梁建平七开得胜 对中国队在马来西亚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连接派的护照片 拿下了一个 李静平女士 拿下了一个 开门后 李吉迪先生 只要了1分45秒 杨建平 非常非常棒的 湖南长得小伙子 为三香而屡 争了光 对中国武术 争了光 刘志导 你评价一下 刚才他的表现 这是七姑拉球 速战速决 十八端武艺 表现了百战百战的 一个详细势力 好 现在湖南京市的湖南长得林彦迪 要给这个湖南长得的小伙子杨建平 来欢迎发奖杯 给我们的泰国选手 丁力松强 好 飞 观众朋友们 现在湖南京市 正在马来西亚的云顶 联合国内十二家电视台 青海卫视 最后一路请到全片位置 来在中国地上 我们招待美情 在你现场直播 一步在说 现在军进 中央在全国的出战 王者奖杯 给我们来自 同方选手的中国选手 杨建平 恭喜杨建平 小伙子今年是23岁 身高一米 还有请我们两位选手 小伙子今年是23岁 和民党交集称 小伙子 jesteśmy 好 好 这 好 そう 好 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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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